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国产球鞋 国产球鞋最近肉度挺高的 记者就走访了一些商家 发现卖的真的挺好的 比如一家李宁门店的店长就说 呦忙啊 基本上没空场的 最忙的时候几个人堵根打仗一样 尤其是那些卖的特别好 还有一家安踏门店的店长也说了 每天都可以卖五六十双鞋 有些都卖断码了 这是在线下列位 线上就更热了 微博和朋友圈里边 我就时不时能看见说国产球鞋涨价了 都缺货了 赶快买吧 确实有些品牌的热门款 是很难原价买到的 有消费者还抱怨的 说网上很多比较好看的款式 不是断货了 就是涨价了 那有的款式甚至已经上万元了 最近在网络交易平台之上 多款国产的球鞋价格 都是一路的涨涨涨 其中一双参考售价1499元的李宁球鞋 居然被炒到了48889元 还有标价29999元的 参考价其实只有1699元 标价4599元的 参考价是499元 这炒鞋也是再一次冲上了热搜了 其实这球鞋文化已经发展很多年了 尤其是国内一些热门综艺和自媒体的传播 让一些消费者觉得 这个球鞋不仅仅是穿着 也是一种时尚的表达 而且市场上越来越多的出现了限量款 什么限量嘛 你一听就觉得抢到不容易啊 限的量 所以你看加价卖出去也有人接受 那价格有些也是炒到了没有最高 只有更高了 网传的炒鞋的操盘路径图是这样的 球鞋发售以后呢 有大量资金入局也会有散户来收获 大批量的收货 囤货以后呢 再去平台台价到足够收益的价钱出货 但如果说你只是听说炒鞋可以赚钱就盲目入场 风险其实很大的 确实啊 有律师就提醒了 说其实这就有点像击骨传荒 价格不断炒上去 但是大了顶点 或者这个鞋大量进入 这个泡沫戳破的时候 那一定是有接盘的 接盘的这些参与者或者是消费者呢 可能就像割韭菜一样 一茬一茬的被割掉了 您花49980那就割掉了 而且律师说呢 炒鞋可能涉嫌多项违法 比如几家大的炒鞋商呢 互相串通操纵市场价格 这是违反价格法的行为 那涉及到大量的资金 也可能存在 像洗钱这种违法行为的发生 或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等 鞋是用来穿的 不是用来炒的 遏制这种做法 监管部门应该坚决出手了 通过法制手段 为这轮炒鞋热降降温 房子也是用来住的